1971年 第26届联合国大会 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发展中国家里 就有我们的好兄弟 好伙伴 埃及 作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 阿拉伯和非洲国家 埃及与中国素来友好 从陀林相闻的古丝绸之路 到共建一带一路 从携手抗击新冠疫情 到接力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埃两国就像是尼罗河水般奔涌向前 两大文明古国的关系 也呈现出蓬勃升级 今天同时在线的是 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巴德里 和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 两位大使好 我们知道两位大使都是老朋友了 首先彼此打个招呼吧 Hello my dear friend Ambassador Liao 拜对着大使 您好 Unfortunately because of COVID we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to meet since October 2019 but you're always on our mind you and all our colleagues in the Chinese embassy in Egypt and whenever we get opportunity to lend you support or you lending us support it is always there 我也是一样经常想起你 我还记得2019年10月份的时候 我们两人是在尼罗河边的 埃及外交官俱乐部见的面 你也很兴奋地告诉我说 非常期待能够到中国担任大使 而且一定会在中国写一本 关于中国的书 我也很期待成为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 也希望这本书在问世之前 拜瑞大使能够到中国 更多地走一走看看 感受一下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的 我们也很期待这本书 那我了解呢 巴德里大使最近刚刚从云南回到北京 参加了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15次地约方大会是吗 Well actually it was a very impressive event I mean the organization of this whole event it was master besides I had to hand in the presidency from COP14 Egypt to China and I handed over to the Minister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and I have to say that the Chinese presidency did a very good job and as well in the negotiations of the declaration of Kueming I think it was a reflection of the true capacities of China 廖大使您怎么看待中埃两国在生物多样性上的这次接力 这既是两大文明古国的一次接力 也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次传递 在埃及我感受到了各方对这次交棒工作的高度的重视 塞西总统视频出席了领导人峰会 他表示充分相信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 为中国行动点赞 今年4月我也见到了埃及环境部长亚斯明 他表示埃及会全力以赴 配合好中国的工作 确保这次交接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次他不仅线上出席了活动 而且还高度赞赏中国宣布新的减排努力 在领导人峰会的当天 埃及的金字塔报 七日报 祖国报 等近20多家媒体 网站都很关注 而且还重点报道了 习近平主席阻止讲话 和大会的情况 我们知道联合国将2021年 称为重塑我们与自然关系的关键的一年 号召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和生物多样性危机 中埃的这次成功交棒 不仅再次体现出中埃的友好 也展现出中埃两国 对携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致期待 谢谢廖大使 那么在这次生物多样性大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人民币 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 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 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那对此巴德里大使您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次生物多样性大会 是非常稳定的 它是非常晳定的 我们认为这将会帮助 非常大发展 the agenda of biodiversity worldwide and the fund is open for all the other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in it in order to give more impetus to CBD in general as regard to the Chinese efforts in matters of ecosystems and ecology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 and perhaps our visit to Yunan province has and coming has also itself a host of 72% of the wildlife in China it was a very proper idea to host it in Kueming as a diplomat I'm very much impressed here when I'm living in China by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the concepts of ecology and ecosystems and climate change and when we see the amount of cars in China that are functioning on clean energy is a clear example that China is beyond the 21st century 的确不仅是Badley大使提到的中国清洁能源汽车 还有云南大象的回家之旅 海南长壁园天心丁 大熊猫绿孔雀等国宝 总群数量的恢复性的增长 还有塞汉坝成为生态修复的世界标本 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这也诠释着万物各得其何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的东方的智慧 印证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我们期待着未来与埃及继续携手 在推动全球生物性多样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巴德里大使是2019年11月份来中国的 除了您刚才说的去过云南昆明之外 过去两年当中您还去过中国哪些城市 您喜欢中国吗 当然我喜欢中国 我喜欢中国 我非常喜欢中国 我非常喜欢中国的历史 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历史 这是一个民主的历史 这是一个民主的历史 我现在讨历了13至13不同的区域 从 Xinjiang到Shanghai到Tianjin Chanxi Chanxi 最多人得到中国的机会 最多人得到中国的机会 我非常喜欢我的旅行 如果说我想要去埃及的话 大使有哪些好地方可以值得推荐呢 Egypt has everything to offer for a tourist everything to offer if you want to have visits to see antiquities history you can see Luxor Aswan Simbel Faila all these kind of pertaining to the Egyptian civilization if you want everything you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to stay for three weeks at least in Egypt to cover all of this 白队越大使说的这些地方 我去过不少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访问了埃及的十个省 中国使馆 就在埃及的首都凯鲁 离黎洛河很近 像吉萨金字塔 都是中国游客必须要打卡的地方 我想每一个来过埃及的人 都一定会去看看金字塔 还有卢克索 有世界文明的卢克索神庙 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埃及 进行了历史性的国事访问 当时就是在卢克索 神庙和埃及总统塞西 一起出席了中埃文化年的开幕式 那时候神庙还挂起了中国的红灯笼 我也去过埃及的阿拉曼 它曾经是二战北非地区的主战场 但是现在已经高楼林立 埃及正在把它打造成 北部海岸的中心城市 中国企业也在其中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承建了阿拉曼新城超高综合体建筑 今年7月 塞西总统还在这里会见了前来访问的 王毅国委员兼外长 中埃双方签署了建立 中埃两国政府合作委员会的协定 这是中埃友好的最新的成果 我当然也希望以后有机会 按照巴德瑞大使说的 把埃及的地方更多地走一走看一看 亲身领略埃及古老的文明 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那么在人文交流领域 两位大使觉得中埃两国合作 都呈现出了哪些亮点呢 我认为人交流是一种最高的 的关系统交流中的国家 和国家 我认为旅行专业 在这方面 2019年我们预告 近半个亿中国人 在 Egypt 这数据可能会高 比较任何其他国家 在世界上 其他方面是 交流的学生 我们有很多 Egypt人的高兴来 来到中国学校 非常有名的 世界上的学校 我认为 我认为 秦华和北京的学校 我认为 国家的学校 21和22 国家的学校 这是很高兴的 另一方面 很多的中国人 都在 Egypt 学习阿拉伯 确实像巴德瑞大使说的那样 中埃相知最牢固的基础 在于文明 中埃合作最深厚的 力量 在于人民 许多中国人 在学习阿拉伯语 在埃及的汉语热 也是持续升温 去年 中埃两国签署了 把汉语教学 纳入埃及中小学 教育体系的协议 今年 在埃及又有 两所孔子学院 加上孔子课堂 鲁班工坊 近万名埃及学生 在学习汉语 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把许多人文交流活动 从线下搬到了线上 云课堂 云展览 云美食 云演出 还有云讲座 这五朵云都受到了 埃及朋友的热烈欢迎 就是在这个月初 中国使馆为了 庆祝中埃建交65周年 和中国国庆72周年 中埃两国的艺术家 联合演奏了 云上友谊音乐会 而且还通过5G技术 进行全球直播 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这些人文交流 让埃及的朋友 进一步了解了中国 也把两大文明古国的民众 他们的心也拉得更近了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之下 中埃人文合作 目前是日益密切 我们知道埃及也是首批 加入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巴德里大使 您怎么看待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它为中埃合作注入了 怎样的动力呢 我认为 在埃及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埃及中域 在埃及中域 我们真是相信 这些多国家的资金 因为他们非常帮助 建议的构建议 这个项目涵盖了基础设施 农业 民生工程 等多个领域 我可以告诉大家几个数字 每一天 中国企业都会为埃及生产 1650万度电 9000多吨石油 5万多吨水泥 和600多吨玻璃纤维 这些都为埃及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助力 此外埃及民众 也从一带一路的合作项目 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比如说 我们的中埃泰达苏伊士军贸合作区 就为埃及3500多人 直接解决了就业 相关的产业 又帮助大约4万人实现了就业 在埃及的沙漠福地的村庄 还有鸿海深处的岛域 那里的居民过去都没有通讯信号 是中国的华为公司 克服重重困难 深入村庄 来到了岛上 为他们安装了高品质的通信设施 让当地的居民和外界接上了联系 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 都让埃及民众 真切地感受到了 共建一带一路 给他们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那说到合作呢 中国和埃及的抗议合作 堪称国际关系典范 那其中有哪些故事 让两位大使印象深刻呢 我想刚才拜队越大使提到的这些 都是两国患难与共 携手抗议的真实的写照 我记得有一位叫白星的埃及的年轻人 在中国发生疫情以后 他自己想方设法筹集了两箱的口罩 而且把它带到了中国 在埃及的时候 他还把我们中文版的抗议指南翻译成了阿文 而且上到了脸书上面 积极传播中国的抗议的经验 有很多埃及老百姓都下载了这样一个阿文版的抗议指南 如果谈到疫苗合作 中国是埃及第一个签署新冠疫苗合作意向书的国家 第一批开展国药疫苗三期实验的国家 埃及也是非洲大陆第一个实现中国疫苗本土化生产的国家 中埃合作建成了疫苗的联合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的采能能够达到两亿计 疫情没有阻断两国的关系 我们联手抗议极大的加深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也进一步推进了两国的合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也是中埃建交65周年 廖大使 您作为中国驻埃及大使 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评价中埃关系 我想用疾风之禁草 患难见真情来评价中埃关系 近年来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中埃关系更是蒸蒸日上 沉寂辉煌 赛西总统已经六次访问中国 习近平主席同他九次见面 去年 两国元首在通话中 就推动构建中埃命运共同体 把中埃关系打造成构建中阿和中非命运共同体 先行先施的样板达成了战略共识 为中埃关系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埃两国在坚持不干涉内政 坚持多边主义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反对单边主义上的立场 我们都是高度一致的 我们也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中埃两国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上 在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上 我们也相互配合 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目前我们两国正在密切协作 向压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民众 援助50万剂疫苗 帮助当地民众解决抗疫的当务之际 可以说中国和包括埃及在内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 已经成为捍卫世界和平 促进全球发展 维护国际秩序的中流砥柱 今年也是中国恢复联合国 合法席位50周年 50年前 埃及在联大鼎立支持中国 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投下了赞成票 那么两位大使对此有何评价 50年前 这是自然的地方 为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在世界上的位置 而是 埃及 阿非国国家 和阿拉伯国家 支持中国在这个任务上 而不是只有中国 而是世界上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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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 埃及也在联合国大会上 投出了陳甸甸的一张 赞成票 而且还动员其他国家 支持中国 在决议通过的时候 埃及代表团 全体成员 在第一时间 起立鼓掌 庆祝真理和正义的胜利 我可以给大家讲个例子 我们埃及的老朋友 加利先生 他在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时候 在台湾问题上 多次仗义之言 他说 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 根本无权进入联合国 他强调 联合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 联合国拒绝 以台湾发生任何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就在几天以前 埃及中国有协主席瓦利大使 专门给我们使馆写信 祝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 他说 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不仅仅是所有阿拉伯国家 非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胜利 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胜利 巴德里大使 如果让您向世界来介绍中国 您会怎么介绍呢 对于未来的中埃关系 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中国是一个社会的生产 它是一个社会基于的旧地 由于中国 Staes 越多能到中国 越多越出局了 越多浪越你觉得 越多越的旧地 你会浮ir这个村子 你会浮ir的发展 你会浮ir的力量 你会浮ir的力量 人们和这个社会 你会浮ir的发展 你会浮ir的发展 你会浮ir的循运 作为一个社会的秘密秘密的秘密 这一年 ela被称为了第一个国家的秘密秘密 在世界上被称为了四十五年 有了 65年度过去发现了一切专门的关系 亦是中国的秘密秘密 但是我们有至少两个年纪的关系 通过关注的交易争法 很超過65年代 我們現在與習近平和習近平 與習近平最高的溝通 和關係與中國的關係 這是最初 我們知道廖大使 也是第四任中國駐阿盟的全權代表 您認為阿盟在地區和國際事務當中 應該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阿盟是阿拉伯國家團結的象徵 也是中阿合作的重要平台 我們雙方有中阿合作論壇機制 中阿兩大民族雖然相繼遙遠 但是輕如一家 今年3月 中國同阿盟秘書處 召開了專門的視頻會議 共同發表了 中阿數據安全合作倡議 阿拉伯國家成為全球第一個 與中國共同發表數據安全倡議的地區 今年7月 王毅國委員會見了阿盟秘書長蓋特 雙方就中阿關係 地區和國際問題深入地交換了意見 中阿雙方還發表了聯合聲明 一次同意加強中阿長期合作 特別是要籌備好首屆中阿峰會 要努力打造中阿民運共同體 中國始終是阿蒙值得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願意繼續加強 同阿蒙的友好關係 繼續同阿拉伯國家一道 攜手打造 自同道合 發展繁榮的中阿民運共同體 好 今天非常感謝 謝謝兩位大使的分享 謝謝 我們知道埃及有一句諦語叫 比時間更久遠的是金字塔 中埃只要真誠相待 就能夠讓傳統友誼心火相傳 讓友好合作 像金字塔一樣堅實久遠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中國與埃及等阿拉伯國家 攜手前行 共建中埃中阿命運共同體 這必將為促進全人類和平與發展 做出新的更大貢獻